哈喽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移民区持牌移民法律顾问 事情词 在加拿大21年的老移民 卡尔加里是最近点击率很高的一个明星城市 最近的加拿大移民咨询量激增 很多人对这个城市也非常感兴趣 那么接下来咱们再一起说到说到 卡尔加里的那些事 咱们先来聊个大头的话题 是什么呀 房子 咱们国人不论到哪里 都非常关心房子的事情啊 近年来啊 像温哥华多伦多这些大城市 房价是做了火箭一样的飞涨啊 那很多人就把目标聚焦在卡尔加里上 这确实也是一个睿智的选择 因为卡尔加里不仅华人多 房价也相对低很多 但是由于疫情的原因啊 卡尔加里的房价租金也出现过动荡啊 疫情开始恢复之后呢 加拿大联邦政府也开始管控起来 这种通货膨胀了 那很多房东啊 只能用上调租金来应付 房屋上涨了 那自然是什么 抱怨的事情就多了 那加拿大政府又赶紧设立了租金涨幅的限制 那么眼下来到了11月份 那么加拿大整体的房屋和租房情况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 先来看一下数据啊 阿尔伯塔城的房屋价格已经开始慢慢回落了 截止到2022年的9月 卡尔加里的平均价格大概是独立屋 达到了63万加币左右 半独立屋是51万加币左右 连排呢达到34万加币 公寓也冲到了27万加币的价格 那这个价格不算便宜 但对比起文革华 加拿大多伦多的价格呢 它的房价就是非常友好了 那么作为阿尔伯塔省的最大城市啊 卡尔加里绝对有着超高的性价比 房价低是一个方面 就业的情况也相当不错 在过去的一年里 卡尔加里的科技服务就业的岗位增长啊 达到了2.6万个 那卡城的科技发展可谓是非常快速和亮眼 那接着下来就是贸易行业的增长了 如果你对加拿大有所了解 就知道阿尔伯塔省是个内陆成分 草原三省之一 那贸易行业呢也表现非常亮眼 足足增加了1.9万个岗位 这也是很出乎人意料的 再者就是文化和信息类的行业 建筑施工类 这些跟阿尔伯的移民情况也是相绑定的 那自从22年初啊 阿尔伯开放移民 大波的移民就一下移民进来 让阿尔伯本地的产业也得到了快速的提升 这也得益于阿尔伯的成功转型啊 那作为加拿大的能源大省 阿尔的像林业、雨业、矿业也是非常的发达 那现在的阿尔伯塔省更看重高科技服务业和贸易业的发展 所以年轻人在卡尔加里应该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当然了产业的转型是丝毫不影响卡尔加里的生态环境的 像卡尔加里是一个四季非常分明的一个地方 冬天它虽然寒冷 但是呢一年有330多天都是晴天 冻冻还有一股暖流叫Snoop吹过来 一天让你经历四季的变化 它也是一个加拿大非常有阳光 最充沛也有特点的一个西部城市 那总体来说呢 这个城市是河水绕沉的 湖泊到处都是 草木旺盛也是个度假享受的好去处 旁边就有个班复国家公园 是名闻世界了 那咱们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卡尔加里就有点像新疆和深圳的结合 又有这种三清水秀 又有低水平的房价 还有这种新科技的蓬勃发展 以及大量人才的涌入 当然大家最关心的还是生存方面的事情 卡尔加的花销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首先我们来说租房 在卡尔加里租一个一室一厅的房子 现在差不多要去到1500加币左右 那两市一顿工艺啊 那差不多要再加一个两三百左右 如果你要是想移民长久打算的话 房贷啊 你每个月也要做好一个两千加币左右的一个打算 那水费是稍微有点贵 取决于每个人用水量是多少 每个月预留出来两百到三百左右的加币 你是需要的 网费差不多一百啊 买辆车车贷也不贵 每个月两三百差不多也能搞定 像伙食费日杂费杂七杂八加起来 一个人一个月呢 差不多搞定的一千块钱 应该是够花的 当然土豪我们另说啊 一家三口加起来差不多得到一个两千多 啊加币左右 如果你自己去Costco买菜做饭 一个月的花销 会降下来不少的 那买衣服什么的 你可以等到购物节啊 打折的时候再去买 像旅游啊度假什么的就花的不多了 毕竟在卡尔加里到处都有好风景啊 反复一个月去个几次也可以的 也又不要太多找乐子的方法 所以综合看下来 一家三口一个月啊 五千加币左右应该可以满足得了 一个人的话呢 是两千到三千加币的花费 那对比起咱们国内的一线城市 基本也不会差太多 但是卡尔加里的房价 确实国内一线城市的差不多 怎么说呢 五分之一吧 所以说如果你要想躺平 卡尔加里的确是可以让你好好考虑的一个城市 那么以上就今天的分享 我是加拿大移民局的持牌移民法律顾问施景斯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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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